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鱼的AI技术学堂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点什么呢 当然是跟我们的绘图有关系了 那今天的小鱼就带大家一起来制作这样的漂亮的日系动漫头像 就像这样的 非常的漂亮 那么接下来呢 我会为大家讲解详细的制作步骤 那喜欢绘图的小伙伴们记得呢 一定要订阅小鱼的频道 那么今天呢 我们会用到的绘图工具就是我们的Lenado AI 如果说你还没有注册的小伙伴们 可以在描述栏找到一个Lenado的一个注册链接 那注册过程呢 也是非常的简单 这里呢 你可以直接用你的一个谷歌邮箱 或者说用你的iPod 或者说用你的电子邮箱都可以 来进行一个注册登录 这里呢 我就用了一个谷歌邮箱 这里直接进行登录就OK了 首先呢 我们要准备好我们的头像 我们的美美的照片 如果说还没有的小伙伴们想要跟着一起操作 你可以用我们的比如说GPT 这里我用到的是一个GPT4 我直接让它帮我生成一张美女的头像 增 持 拍 色 比例 1 比 1 OK 那么我这里让GPT先帮我生成一张头像 那你有头像的话 那就直接找出你的头像就OK 那它这里这个头像还是可以 但是我想要把整个头部露出来 我还是比较喜欢亚洲人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不够漂亮怎么办 这里点击这里有一个附加链接 那这里也只有GPT4才会有这个功能 如果说你还没有升级你的GPT 如果说你是3.5 你可以选择升级一下 怎么升级呢 描述栏有一个升级教程 我也会把它放在右上角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点这个附加 从电脑中上传 那这里呢 我给它一个参考 让它生成一张这样的一个美女图 那我直接让它再生成一张短发的 OK 其实这个美女图还是不错 因为这张图片它不够清晰 那这个可以 我就直接点击这里有个头像的这个右上角 这里有个下载按钮 把它下载下来 这我们把它保存在一个文档里面 我这里专门创建了一个美女文档 接下来呢 回到我们的来拉倒 准备好自己的一个照片之后呢 对照片呢 并没有严格的要求 由于我们制作的是漫画图片 即使你脸部有一些遮挡物 那么它也不会影响到你做图的一个质量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到第二步了 我们这里打开了一个 Lanado的一个网站 这是首页的一个作品 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是里面的一个作品展 这里呢 找到这个作品展 这个在这个上面这一排可以看到这里有一排英文 这里呢 我们点这个animate 你如果说不认识这个英文 那你就找到这个符号 点这个符号也是可以的 我们点击一下 那这个呢 是筛选出 筛选出一些动漫图片 OK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有非常多好看的一些动漫图片 那我们可以从中来选择一个 你喜欢的一个风格 可以看到它动漫的风格也是有很多的 比如说这种 点击一下 那这里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生成这张图片 它用了哪些提示语 它用了哪些否定提示语 还有这下面呢可以看到图片的一个生成的一个参数 以及绘图的一个模型 那么重点来了啊 接下来呢 开始我们的第三步 我们要开始制作头像 这里我们点击这个 WebMix 点了之后呢 它会跳转到工作台页面 那接下来呢 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工作台的一个布局 那左边呢 它是我们的工具栏 从上到下呢 这个呢可以看到啊 是图片的一个张数 比如说你要生成几张图片啊 在这里是可以选择的 那么中间这里图片的真实性啊 还有什么链金术 提示魔法 透明度啊 公共镜像 那这些呢 我们都不用去管它啊 默认的就可以了 那这里是图片的一个尺寸 那这下面有 你可以选择啊 这里点这个三角 你可以选择1比1 你也可以选择啊 16比9 那么我们就选择1比1就好了 今天呢 我们用到的是一个 我们用到的是一个remix的一个参数 那其实呢 这个呢 就是在图图的提示语的基础上呢 进行一个修改 不过我们今天啊 我们也不用去修改提示语 只需要添加电图就可以了 这上面有它图图的一个提示语 和一个 这里是否定提示语 这是图图的提示语 这里呢 模型呢 它已经选好了 这个就是一个动漫模型 那我们只需要点击这里 图片生成图片 点这里 点第二个啊 第一个呢 是纹生图 第二个是图生图 我们点第二个 那鼠标往下拉 那我这里 我们要把这个图生图 这里把它点击打开 这里它提示我们 先要上传图片 我们先点击这里 一个上传按钮 再点击这里 一个上传按钮 添加进来一张好看的一个头像 这个没理由我们点 这是我事先保存好的头像 点击打开 OK 它自动跳转 接下来呢 这一步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这里 这一步呢 还需要调整 电图的一个权重 后面的这个数据 那这里呢 如果说太高呢 我们往后拉 拉到底呢 它会跟我们的原图 更加的相似 如果说往前 数值越小 那它呢 就会有更多的一个变化 它会不接近我们的一个原图 所以我们可以往后拉一点 再一个6左右 这里我们看一下 长宽笔这些都选好之后呢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 左上角的这个生成 接下来稍等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图片到哪里去看 我们拉到底 这里没有 那我们还是要回到点这里 纹生图这里 我们点一下这个 这里可以看到它正在加载 生成的速度还是很快 OK 那这个美女就出来了 那可以和我们的原图呢 做一个对比 还是非常的相似 这里如果让它想 让它变化再大一点 那么我们点这个 以图生图这里 我们把这个数值 再给它变得再小一点 那我们再来生成一次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纹生图这边 来看它正在生成 正在加载当中 OK 可以看到 这呢动漫的形象就更加的明显了 下面这个呢 更接近一个真人 那这里大家好奇 把数值拉得再小一点 它会变成什么样 我这里给它拉到0.2 0.2左右给大家看一下 点击这一个生成 OK 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它还给它加上了一副眼镜 就是不同的一个数值 在这里可以看到 不同的数值呢 它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你想要接近圆图 那么你就不要把这个数值拉得太低啊 可以看到它是更接近圆图的 那么接下来呢 再给大家上传一张看一下 还是点击这个emage 点击这里呢 怎么样重新换图片 图片在这里 可以看到我们鼠标往下 在这里呢 有一个上传的一个按钮 我们点一下 重新点这里 我们重新上传一张 刚才这个美女 点击打开 OK 就是这个美女 这里我们把值给它调到 这里可以 我们把它调到个 0.5 0.5几 OK 我们这里点一个生成 那么这里呢 它选择的就是一个动漫风格 这里我们可以不用去动它 直接点一个生成 OK可以看到啊 它把它变成了一个动漫女孩 那这里呢 可以把数字的拉到0.4几 再生成一张 OK看到我们的图片生成好了 非常的不错 那么接下来呢 还有个第四步啊 这上面的提示语呢 其实我们是可以改的 把这个提示语你可以把它删除 那如果说你自己编写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你写的简单点 一个漂亮的女孩 如果说你不想自己写怎么办呢 那么这里回到GPT这个女孩 我们直接让她把上面图片的提示词提取一下 OK 然后发送 如果你用了BJL的话 你可以用以图生图的功能呢 也能找到它的一个提示语 OK这里我们就直接复制这个提示语 然后到这个Lelado点击粘贴 那接下来呢 我们点一个生成 那可以看到它的风格呢 稍微有一些变化 OK漫画头像就出来了 好了今天呢 就给大家分享这么多 如果这个我们要用头像来制作一个把我们的一个真实头像变成一个漫画头像的话 我们是可以直接用Lelado来做到的 那么这里Lelado呢 它也是免费的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每天这里有150个积分 我们可以点进来看一下 每天免费用户有150个积分 可以免费生成150积分的一个图片 基本上呢 如果说你的绘图量不是很大了 它是完全够用的 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花钱的一个问题 那么即使不够用的情况下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基础计划 也是相当的优惠 并且它的一个功能呢 也是更全面 这个是针对我们长期要做图的朋友们 可以参考一下 另外呢 如果说大家想把你的头像做成一个动漫风格的头像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明白一个道理 AI呢 它始终是AI 动漫呢 不是照片的风格 所以呢 我们的头像有的时候无法完全做到 与你的本人相似 所以呢 大家相信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呢 如果说我们相似度越高的话 反而越影响漫画的一个美感 有一点稍微的不一样 还会有一些特别的感觉 小鱼个人是这样认为的 OK 那今天小鱼呢 就简单的给大家分享了一个动漫头像的一个制作 感兴趣的伙伴呢 可以认真的去学习一下 也是非常的简单 这里相关链接都在描述呢 那么对绘图感兴趣的小伙伴呢 也可以看小鱼之前的一些教程 比如说有一些米筋里的一些风格呀 有非常多米筋里的一些教程 大家都可以去看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